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股份支付 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股份支付的处理 那涉及到授予日 还有等待期 那我们看第一个 授予日 除了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外 企业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那没有立即可行权的 授予日这一天什么都不做 那如果说在授予日这一天 像限制性股票 那这种情况呢 因为公司从几率之下能收到现金 当然还是相应的要进行会计复理的 第二 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制 因为有等待期 就授予日到可行权日 这一道期间 那我们应该是要确认相关的一些成本费用 所以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将取得职工或其他体型的服务 计入成本费用 计入成本费用 同时确认所有的权益 那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确认成本费用的同时 再确认所有的权益 或者负债 是对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确认成本费用时 再确认没负债 那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 对于权益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呢 一定是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你不要管别的供应价值 就授予日的 按一定方式计算 确认成本费用 同时呢 寄到资本工期 其他资本工期 不确认其后续供应价值变动 就是按照授予日 当期算出的金额数 借记管理费用等 一般考试的时候 都是管理人员 所以我们寄管理费用 带放资本工期 其他资本工期 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过 寄入管理费用的金额 用期末累计数 减去期出累计数 也就是说 每一期到期末 预计可行权 期权的数量 能够行权的 然后再乘以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工具价值 那这是等待期里面 往成本费用里寄的 之后呢 如果等待期三年 过去两年 我们乘以三分之二 这是说期末数 那你再解决上期末的 就属于本期的金额数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21年1月1日 经股东大会批准 假公司向50名高管人员 每人授予一万份股票期权 根据股份支付协议规定 这些高管人员 自21年1月1日起 在假公司连续服务满三年 即可以每股五块钱的价格 购买一万股假公司 普通股股票 21年1月1日 每份股票期权的 供应价值15 而这个呢 是属于授予日 所以它是授予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21年没有高管人员 离开公司 假公司预计在未来两年内 将有五名高管人员离开 那也就是说 在21年底的时候 我们预计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那就50要减去5 那是把当年已经离开的扣除 把未来期间将要离开的 那个估计数也要扣除 这是能够行权的职工人数 然后每个人 授予一万份股票期权 乘以一万份 这就是说 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数量 那这个我们要汇算 21年12月31日 假公司授予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 每份供应价值13块钱 那这个是没用的 往成本费用里记录的时候 只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那假公司应该股份支付协议 在21年应确认到管理费用的金额 50减5 预计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 激励对象的人数 再乘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一万 就每个人的 授予股票期权份额相等时 那可能呢 就是告诉有多少人 然后再估计有多少人离开 这样来进行计算 如果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不等 他直接就会告诉我们 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数量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算 然后要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15 不要考虑后续的权益工具供应价值变动了 那这是等待期三年往费用里寄的总数 我们现在只是说的第一年 第一年寄多少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等于225 选项C是正确的 第二对于现金结算的涉及职工的股份支付 应当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充限计量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最后是负现金 负现金的金额与后续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是相关的 所以他按照后续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供应价值 重新对应付职工薪酬进行计量 确认成本费用 那他的做法是借管理费用等 代方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说没有到可行权日 算某一期间的计入管理费用金额 跟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没什么差别 也就是七末数减七出数 但是到可行权日了 毕竟有一部分行权 那他的算计管理费用是增加数 那应该是七末数加减少数减七出数 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样的计算过程 那第三呢 就是可行权日之后 到可行权了 可行权日之后 第一个对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可行权日之后 不再对以确认的成本费用 和所有的权益总和进行调整 那这个就不再做了 已经就结束了 以行权了 那行权呢 已经把它都转到股本资本 公金股本一价里去了 就跟我们把自己的一些股票发行 收到现金了 说以后股票的价格上涨多少 那我们不要去管它 你不能说我在调资本公金的数调不着 第二个对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企业在可行权日之后 不再确认成本费用 那负债 我们是针对应付职工薪酬 公允价值变动 即当即损益 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 这是什么意思 那比如说 激励对象在公司服务三年 到了可行权日 可行权日我们按一定方式付现金 但是现金在可行权日不见得全都付完 比如说可行权日付一笔 未来的两年 每年再付一笔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付现金数按照资产负债表日付款时的 公允价值来算 所以后续还有供应价值变动 那这个变动呢 对于行政管理人员 你也不能再寄管理费用了 因为到可行权日 服务期限三年满了 他都可以到别的一些单位去工作 但是这部分 现金 你现金支付的股份支付 后面还是要给人家的 所以这部分在变动的时候 就不能寄入管理费用等 而是要把它寄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 我们教材后面 同样也有这样的例子 算管理费用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金构 那他呢 就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 期末加减少 本期职工行权减少的应付职工薪酬 那减去应付职工薪酬期出数 那期出加增加等于期末加减少 那我们现在算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往管理费用供应价值变动损益计 是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借记管理费用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代应付职工薪酬是增加数 算增加数 当然是期末加减少减期出 那这样来进行计算 第四呢 是回购股份进行职工期权激励 对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将来呢 要给激励对象 给支付自己的股票 那这股票可能我们从市场上买回来 叫回购股份 也有的呢 是属于增长 那题目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就行 第一个是回购股份 把自己股票买回来了 我们借记库存股 代银行存款 所以按照实际支付的款项 全部寄到库存股中 要注意的问题 库存股并不属于资产 库存股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它是相当于股本资本 攻击股本溢价的一个背底科目 就准备抵消 股本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比如说 我们要是发行股票筹集资金 那借记银行存款 代股本差额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一方呢是资产增加 另一方是所有者权益增加 这个大家都清楚 那我们现在要把发行在外股票 买回来了 当然也应该是所有者权益减少 银行存款减少 但是我们不能直接 借记股本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代银行存款 你要借记股本 是属于它的注销 注销有一定的法律程序的 所以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把它反映到库存股里面 它是所有者权益的抵减项目 之后确认成本费用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如何来进行确定 你确认成本费用的借记管理费用等 代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之后是职工行权 实际收到的股票价款 那当然这个数呢 应该是职工行权的股票期权当时 行权价 乘以它的数量 那你收到的一些款项 之后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它实际上等待其内资本攻击 累计确认的金额 就是每一期 我都会寄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到最后你看是多少 事实上 如果每个人股票期权数相当 那应该是行权的职工的人数 最后行权职工人数 乘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然后再乘以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它这个东西 那你企业实际收到的款项 如果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相当 那是最终行权职工人数 乘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再乘以行权价 它是这个数 如果说 是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了 现在给激励对象 那库存股呢 交付给职工的库存股的成本 并不是说 一定是我们开始 回购自己股票支付的全部款项 那个回购的呢 当时可能是按照 全部激励对象回购的 但最终有一部分人离开了 比如说10%离开 那库存股所反映的金额数呢 应该是按照支付总的金额 乘以90% 前提是我们假定 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相当 这是带库存股 差额就是资本攻击的股本一价 那如果是属于给激励对象增发股份 那带方就不是库存股了 带方什么样 没错 带方带股本 差额都是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是这样的处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20年1月1日 假公司向50名高管人员 每人授予2万份股票期权 这些人员从被授予股票期权之日起 连续服务满两年 即可按每股6块钱的价格 购买假公司2万股普通股股票 每股面值1块钱 该期权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为每股12块钱 就是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每股12 我们要注意一些关键的数字 像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每期确认成本费用时 用的都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要关注这个 21年10月20日 假公司从二级市场以每股15元的价格 回购本公司普通股股票100万股 你用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 在等待期内 假公司没有高管人员离职 没人离开 21年12月31日 高管人员全部行权 当日假公司普通股市场价格每股是16元 21年12月31日 假公司应高管人员行权 应确认股本溢价的金额是多少 那实际上来讲 我们看算股本溢价 到最后的银行存款收到股票的款项定了 那把等待期内 确认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给他加上 这是这方加起来 我们要减去这个库存股 差额就是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叫回购自己股票的方式做的 好我们看一下 那行权的时候收到的款项 50名高管每人2万份股票期权 没有人离开 所以最终呢股票的股数 那应该是要用50乘以2来计算 然后我们要乘以行权价 因为真正收到的款项是行权价 所以乘以6 600万 那相当于是银行存款 那之后呢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最终总的金额数 就是行权的人数 乘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再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因为他本身 每期往成本费用力这样计算的 那你说三年中 往成本费用力寄多少 没有人离开 那就是可行权股票期权的数量 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吗 所以这是1200 那我们充减库森股 100乘以15 因为是50人每日2万份 每回购的2万股 每股呢 回购时支付款项15 所以是这个数 那行权确认的股本一价 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就应该是属于银行存款 加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减库存股 等于300 这是稍稍复杂一点的单选题 那当然 如果说有人离开了 你最终行权的收到的款项 离开的人那部分肯定没有收到 比如说最后有两个人走了 那你这里面行权收到的款项 50就得减去2 48 然后乘以2再乘以6来算 充减资本工具的 那同样是48人乘以2乘以12 你最终肯定 往成本费用率寄这么多 同时确认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那这个充的库存股数 也只能是 48乘以2 96乘以15 那剩下的库存股 一般的处理方式 那就注销去 最后呢 算资本工具股本一价也都是 按照前面说的 那你银行存款 加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减库存股 插入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就行了 第五 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显得稍稍复杂议题 这也是当时财政部 一个课题组 经过研究 如何来进行处理 经过调研 形成的一个意见 那我们考试呢 以前也确实出过 大的封课题 所以有一些本质的东西 基本概念要掌握好了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一些文字 他那么说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限制性股票概念 在前面也大致谈到过 是给激励对象 自己发行在外股票给他了 但是这个股票呢 并不能让他流通转让 是以比较低的价格 或者有的情况下呢 干脆就没收钱 或者以比较低的价格 卖给激励对象 如果一点钱没收的 我们前面谈到 目前说15指数 把它叫做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相当于股票期权 那如果说我们卖给激励对象 收钱了 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 比如说马上他不能转让 过多长时间他可以转 转的时候 有的也不是说 到服务期满全转 转时可能一点一点解锁 比如说他有等待期 等待期假如三年 三年过后再接下来两年 一点一点去解锁 那叫解锁期 前三年的时候叫锁定期 这都一些专业上的词汇 最后满足条件了 能解锁 满足不了条件 那应该呢 原来持有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按照原来付给公司的钱 多少公司呢 再去回购 是这样的处理的方式 这叫限制性股票 我们看看他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授与日的会计处理 那当时讨论是授与日 会计处理的时候 有的专家就说 说是限制性股票 那也是股票 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 也要有资金户股票户 那从法治上来说 和我们正常发行股票 也应该是类似 所以你公司收到认股款了 我们借银行存款 履行了手续 我把我们股票给他了 那你另外一个是你限制他 归限制 你实际收钱了 那我们借银行存款 代方的贷股本 然后差额资本 攻击股本一价 这个限制性股票 那有时啊 往往也是增发的 那你增发 我们代方代股本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那么他收到认股款 那接下来呢 第二就回购义务 确认负债 那当时说课题组里面 这是当时财政部一位领导 他写的一篇论文 论文里面介绍了这个背景 他说那限制性股票 和正常股票还不一样 因为正常的股票 我发行出去了 我没有什么任何回购义务 那就是所有的权益 因为你要是负债的话 我不可避免付现金 他说不用 你正常股票没问题 不过呢 限制性股票 当激励对象 满足不了条件时 比如说等待期三年 他没等到三年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当然他要把原来的股票 要卖回给公司 那公司还要付现金的 那有人就提出 既然要付现金回购 不可避免的付现金 这个按照我们后面金融工具那一章 涉及金融工具列报准则里面 就是权益工具金融负债区分 怎么进行区分 主要就是说 是不是能避免付现金 如果避不开付现金的 就是负债 你要能避免的支付现金 比如我们刚刚谈到你正常的 自己的股票发行出去了 我不用不管 我不会说 我付现金再去回购 用不着 但是你这个呢 不可避免付现金 应该要确认负债 因此从这个角度 从金融工具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那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因为你有回购义务 就要确认金融负债 最后反映到其他应付款 然后做的过程中 所以又来了这样一笔分路 非常特殊 背景呢 也跟大家谈到了 借记库存股 代方代记其他应付款 但是做完这笔分路呢 我们会发现库存股是抵减这个股本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所以最终是相当于 在授予日收到的认股款全确认负债了 因为库存股把股本资本公积给冲掉了 没真正的影响了所有的权益 相当于确认了负债 虽然也有人 有反对意见 说哪有那么多负债啊 你是满足不了条件的 我才付钱 你回购啊 满足条件的根本不是负债啊 那这事儿啊 再去深入的 再去从什么别的地方探讨 会计处理就更复杂了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回购义务 把它确认负债 全部确认 当然这种确认的方式 在一定的程度上呢 也有点符合谨慎 因为你负债多计了 那第二 等待期内的会计处理 等待期内会计处理 一个是与股份支付 有关的会计处理 限制性股票 有等待期 同样是公司 也负担了一部分 那如果说你股票 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比如美股十块钱 卖给基利对象 卖了五块钱 那你这种情况下 我们公司美股承担五啊 那等待期三年 要把公司承担的 同样也要往成本费用力计 那这个计的 和我们前面谈到的股票期权 处理方式一样 也得往成本费用力计 所以我们看提示 一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后续信息表明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与以前估计不同的 应当进行调整 并在解锁日调整至 实际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你想我们前面谈到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股票期权 不也这样做吗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算算 估计可行权股票的期权数量 比如说 预计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乘以每个人的股票期权数 这都是一个预计的 要估计 人数 一百人 走了五个 还有三个离开 那就92个 乘以每个人股票期权数 那你等到解锁日 肯定最终有多少 比如最终 一共88个 那就调到这个数 这是一个 第二 限制性股票分批解锁的 那我们有的等待期一年 有的等待期两年 等待期有的三年 我们前面开始 也谈过这个问题 那他实质上相当于 授予了若干个子计划 等待期有一年 有两年的 三年的 一年说一年的 两年说两年 三年说三年的 我们看一个例题 20年1月2日 甲公司与一百名高管人员 签订股权激励协议 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协议约定 甲公司向每名高管 授予15万份限制性股票 该限制性股票 自股权激励协议签订 之日起 三年内分三期平均解锁 这该股份支付协议 包含等待期 分别为一年 两年 和三年的 三项股份支付安排 那假定一百名高管人员 三年内没有人离开 那且每年均满足可行权条件 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 公允价值是六块钱 我们看第一个子计划 等待期一年 行权数量是五万股 一共十五万股 每一年的行权数量都是五万股 那第二个子计划 等待期两年 行权数量五万股 那第三个子计划 等待期三年 行权数量是五万股 我们每一期 我要充满费用力计的 对于限制性股票来说 也是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 供应价值 那这里面是另 那现在我们看 二零年进入管理费用的进步 有三个子计划 第一个子计划的 等待期一年的 那一百乘以五 你们一百名高管 那现在第一个子计划 行权数量是五万 那乘以五 乘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 那我们一年嘛 要一分之一 就是等待期一年的 那这一部分 成本费用力计的 都是在这一年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子计划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因为等待期两年 第一年呢 记得是二分之一 第三个子计划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因为等待期三年 我们要乘以三分之一 前面又有过 这一方面的情况 那等于五千五 那二一年 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 我们算二一年的累计数 第一年的 没问题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那第二年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乘以二分之二 因为两年结束了 这是第一个子计划 第二个子计划 累计 记得 那第三个子计划 记多少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乘以三分之二 这就是说 截止到二一年底 累计往管理费用里寄的金额 把二零年计的扣除 减去一个五千五 那剩下的就应该是 二一年的 所以二一年计的是两千五 二年计入管理费用的机构 累计数 第一个子计划的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第二个子计划的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乘以二分之二 那第三个呢 三年结束了 一百乘以五乘以六 乘以三分之三 这是全部记进去的数字 我们再把第一年 第二年的都扣除 所以最后的就等于一千 而并不是说每期都相当 你可以这样来考虑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说三百名职工 那每人的授予的是属于五万份 但是 有的等待期 我们就假如说三百 那等待期 一年的是一百名职工 等待期两年一百名职工 等待期三年的一百名职工 每人都是五万 我在二零年的一月二号 这么授予的 那是不是就这样一个结果 跟这算的一样 你第一个一百的 那就乘以五 那一百的两年期的 第一年记多少 那不就说吗 一百乘以五乘以二分之一 那另外呢 一百的一百乘以五乘以六乘以三分之一 那跟那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认为啊 那好像说每年每年数相等 它不一样 最开始相当于提供的这种服务是多的 因为有等待期一年 这他就只是一年享受 有等待期两年 他享受二分之一 等待期三年 他享受三分之一 提供的服务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就是若干个仔细化 第二是分配现金鼓励的会计处理 这一块呢 显得稍稍复杂一点 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原理 否则呢 在看它做会计分录时 非常的头疼 那现金鼓励呢 我们现在有的是现金鼓励可撤销 还有现金鼓励不可撤销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于呢 持有限制性股票的这些激励对象 持有期间公司分鼓励时 它也是有份的 比如说每股分了一块钱 那它也有 但是 我们是富有条件的 如果现金鼓励可撤销 比如说等待期三年 第一年它没走 没走得到了一块钱的鼓励 我们就说以一股为力 如果说三年期没满它走了 那这个鼓励它就给我还回了 这叫现金鼓励可撤销 那我们这样来想 如果当时每一股股票 卖给激励对象的 卖的是五块钱 我们反映到其他应付款了 因为将来要回购 假如说 满足不了条件时 等待期第一年 我分给它鼓励 分了一块钱 我现在说可以撤销 原来的一股反应的其他应付 其他应付款式股 现在持有期间分鼓励 可撤销鼓励有一 就是说现金鼓励可撤销 可撤销鼓励是一块钱 那你说 以后我要把这个股票买回来了 一股付给它多少钱 没有这种现金鼓励的话 我得给人五块钱 但是我以前因为分鼓励 已经分给它一块钱 以后没有满足条件 我需要回购付多少钱 所以如果说这种情况 像回购的时候 我们只需付四元 只需付四块钱 那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啊 那你付四块钱 我其他应付款 可撤销 这个现金鼓励 如果可撤销的 我们当然就要减少 其他应付款 就这么概念 你原来是其他应付款 每一股是五 我分给它鼓励了一 以后我需要四块钱 就回购了 那我就减少其他应付款 这是一个东西要清楚 但是现金鼓励 不可撤销 如果说这一 不可撤销 你还能减少其他应付款吗 给了就给了 不能要回来了 你既然要不回来了 其他应付款不要动 以后回购时 不可撤销的话 那你说这种情况 回购的时候要付 所以就不能 减少其他应付款 这是我们注意的问题 就后面你看 现金鼓励可撤销 不可撤销 这个与其他应付款 到底充不充有关 那再有一个 说对于预计 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 应分配的现金鼓励 市通股东利润分配 这什么意思 限制性股票 到资产负债表示 你也得估计 有多少人最终 会成为真正的股东 成为真正股东 是未来可解锁的 说有多少人没问题 我们向股东分股利时 是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 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代方代应付股利 那如果预计 未来不能解锁的 他不是股东 不是股东 就不能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去做 因此我们看 这个关键点 预计未来可解锁 现金股利通过利润分配 可不可算 不可解锁的 不能通过利润分配 然后再有现金股利可撤销 要减少其他应付款 那就看这个协议怎么说的 协议说现金股利可撤销 那你向现金股利购持有者分股利时 你要减少其他应付款 因为以后在回购时不用付最开始的钱了 把这两年掌握了就好办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那书上呢 是有比较大根的文字 他就围绕这个当时的出发点 说到底这个怎么做呢 现金股利有可撤销的 有不可撤销的行情 那我们也估计 到资产负债表日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不可解锁的呀 都有啊 所以咱们先说 现金股利可撤销利款 现金股利可撤销 分股利时呢 我们刚刚说了要减少 减少其他 减少其他应付款 那说 预计未来能够解锁 那这种情况 通过 利润分配 来核算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 不能 通过 利润分配 这个不能解锁 不能通利润分配核算 那这就好办了 先看 现金股利可撤销 说我们现在有100名 激励对象 估计呢 90个人可解锁 那有10个人不能解锁 这是估计的吗 你可解锁的借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按正常的去做 这没问题了吗 相当于按照正常股东对待了 然后接下来 因为要减少其他应付款 这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我们减少其他应付款时 借其他应付款 那代方 充的库存股 就是把原来不是说 我们是 卖给激励对象 现实性股票时 就做了 借库存股 代其他应付款 那你把这一部分相当于 要充一款 其他应付款 等实际支付时呢 借应付股利 代银行存款 好 这是这一块 那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再看预计未来不能解锁 比如有多少人不能解锁 不能解锁分股利 你肯定要代应付股利 借方说 不能通过利润分配 因为他预计未来不解锁的 不是属于股东 怎么办呢 还得减少其他应付款 所以就出现这样一种 很奇怪的分路 借其他应付款 代应付股利 你要减少其他应付款 我其他应付款没有那么多 当时回购是付五块钱 分给他一股股利 那以后我要付给他 回购的话 就付四块钱 你其他应付款必须减少 然后等到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 代银行存款 但是说后续信息表明 不可解锁 现实性股票数量 与以前估计不同的 那应当作为 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直到解锁日 预计不可解锁 现实性股票的数量 与实际为解锁 现实性股票数量一致 我们每一期都是 要估计吗 到了一个期 有多少人走了 估计还有多少人会离开 这都是预计未来 不可解锁的 反正最后的日子 肯定估计的 有多少人真正不能解锁 就确定 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 接下来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这个东西 不能减少其他应付款 与其他应付款没关 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了 这个不能 减少 其他应付款 这个是不能减少其他应付款 同样 预计未来可解锁 我们核算的时候 要通过 利润分配 我们来核算 分股利 那预计未来不能解锁 这个 不能通过 你不能通过利润分配这科目 这把这个就掌握清楚了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其他应付款不能减少 如果我们估计有90人 可以预计未来可解锁 那你还得通过利润分配 所以借利润分配 带应付股利 你付股利了吗 其他应付款不能减少 你不要再做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了 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就这样做 我们再看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 不可解锁呢 其他应付款不行 不能减少 不能通过利润分配 所以说 那把它寄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等带应付股利 你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你把关键点掌握 那这一块的会计处理 也不是说 就非常非常难理解 第三解锁日的会计处理 对未达到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 而需回购的股票 没达到了 我得回购 你回购时 借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存款 应支付的金额 比如说原来 卖给基利对象 每一股是五块钱 如果说之前 分给他一股股利 这个现金股利又可撤销的 那实际上 原来已经减少其他应付款 一块了 我们再付钱是每股四块钱 所以应支付的金额 那同时呢 借方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 一价带库存股 那你肯定股本 把这一股票组销 回购多少股 库存股 原来的反应都要出销 差额资本公计 顾本一价 第二 对达到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 而无需回购的股票 你就正常了 原来我把所有的东西 就回购义务 确认负债 都是借困存股 贷其他应付款 那你达到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 无需回购的 我们肯定把那给 冲了那个分路 所以借其他应付款 贷库存股 那你就按照 说解锁股票 将对应 库存股账面价值 那其他应付款 负债账面价值 把它给冲掉 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21年 发生了下列交易事项 21年1月5日 甲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向高管人员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方案 50名高管人员 每人以每股10块钱的价格 购买甲公司10万股普通股 自方案通过之日起 高管人员在甲公司服务满三年 且三年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达到12%或以上 那净资产收益率呢 肯定这个属于 业绩条件的非市场条件 只有说股价增长多少 或者股票价格达到多少 那属于市场条件 三年期满 既有权利拥有相关股票 服务期未满 或未达到业绩条件的 三年期满后 甲公司将以每股10块钱的价格 回购有关高管人员持有的股票 三年等待期内 高管人员不享有相关股份的股东权利 21年1月5日 甲公司的普通股的市场价格 每股是20块钱 当日被授予股份的高管人员甲公司 支付价款并登记为相关股票持有人 那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 现在是说 股票以每股10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激励对象 卖给股市民高管了 而授予日一天 普通股市场价格每股是20 这个普通股市场价格每股20 并不是说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你在理解限制性股票供应价值时 就是按照权益 我们前面谈到股票期权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股票期权 跟那原理是一样的 那你看股票的价格 现在是20 卖给激励对象10块钱 那真正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体现在 市场价跟卖给激励对象 价格的差 那也是10块 要注意这个问题 21年 该计划涉及的50名高管人员中 有两人离开甲公司 预计未来期间 还有三名高管人员离开 21年 甲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为13% 预计未来期间 仍有上升空间 在三年期内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达到12%的可能性较大 就是说预计未来 都是可以没问题 行权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说根据上述资料 说明甲公司21年 进行的会计处理 并编制会计分路 好我们看这个答案部分 该限制性股票属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授予日应当按照回购的价格 确认负债 因为我们最终在会计处理上 是把它确认为负债了 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确认成本费用及资本公积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的会计分路 这里是50名高管 每人买10万股限制性股票 每股价格是10块钱 所以这里面那公司实际收到的款项 50名高管 每人是10万股限制性股票 每股当时购入价值10块钱 5000 这是公司收到的 代方代股本 那就应该50名高管人员 乘以每人10万股限制性股票 面值1块钱 等于500 那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差额 是这个数 那我们现在实际 收到的款项是5000 按照相同的金额确认负债 所以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 借房借库存股是5000 那边付款多少 确认负债就多少 代方代计其他应付款5000 全部的 那21年确认成本费用 50名高管已经走了两个 估计未来还要走三个 那现在我们看到 估计最后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 50加2减3 每人10万股限制性股票 然后呢 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的供允价值 是20减去10 是这个数 我们前面说过 有真正限制性股票的供允价值 体现在股票的价格20 和这个10块钱的 购入价的差 那这是说三年里面 往费用里寄的 我们第一年寄多少 乘以三分之一 等于1500 那会计翻路 借记管理费用 代方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1500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那这节课我们介绍的是 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有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那对于呢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按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计量 每一期要寄成本费用 代方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那他的计算的过程 比如说发生额怎么算 要清楚 期末减期初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要按照 每个资产负债表 是供允价值重新计量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你借记管理费用 代应付支付新筹 如果说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把自己的股票回购回来了 那要反映到库存股里去 库存股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之后我们谈到呢 对于限制性股票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时作分露两笔 一个从法律上 那借银行存款贷股本 资本公金股本一降 一个按照权益工具金融 负债区分的一个原则 那是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就回购义务要确认负债 所以做了借库存股 就是按照你实际支付 全部款项 代其他应付款 等代期的处理 跟股票期权基本是一样的 如果说分现金股利 那你要掌握关键点 说现金股利可撤销 你要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 不可撤销 不能通过其他应付款 如果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它相当于正常股东 我们要通过利润分配核算 要是预计未来不能解锁的 不能通过利润分配核算 那这些概念 我们要很好的把握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